大家好 我是老李 今天咱们先不弄高达了 咱们今天先办盘斯洞 给它补种一些草 这次补种的水草呢 有迷你矮 叉柱花 还有迷你青椒 三种 首先我们先把 挡光板和灯往后移一下 第一步呢 我们种迷你矮 还是让它前面的草坪 形成的更自然一些 没放有玻璃的挡光板之前呢 这个地方全都是暗渠 种不了草 现在你看很亮了 这样咱们多种一些迷你矮 就肯定没有问题了 有水以后种草 其实一点也不难 像我这样 一定要慢一些就行了 我现在种的是叉柱花 这是第二种啊 第二种叉柱花呢 模仿的还是矮观木的 一个衔接效果 这样的植物分布呢 有一个过渡 把最好的区域 还是给迷你眼让出来 第三种呢 就是迷你青椒 迷你青椒呢 还是做一些过渡 最后呢 在我们的这个井的消失处 还是用迷你青椒 因为椒草类 对光线的要求很低 所以说最后的一种 用它 我们看一下 这样水草的消失点 会看起来更自然 所有的水草搞定了以后 我们把灯往前移 这回有挡光板和没有挡光板的效果 对比就非常明显了 之前这些有草的区域 全都是黑色的 现在不是了 生命之术已经成井了 你得加把劲啊 下一步咱们就做高达 我们下期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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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了